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麻辣口味的蒜苗炒回锅肉 蒜苗是去年底种的,现在是最后一批了 瘦瘦的,但是味道还不错 这是需要的所有材料 锅里先放冷水,把肉放进去 水开后煮10分钟 加几片姜片,倒一点料酒,去腥 10分钟后,用筷子插进去,不会有血水出来 里面就熟了 关火 等这些五花肉凉了,我们就可以切片了 用刀尽量的把这些肉片切薄一点 薄片的,待会儿煎起来就容易把里面的油分 都煎出来 口感就不腻了 瘦肉部分也特别香 再把姜切片 蒜切片 一把青蒜苗 梗和叶子分开 梗斜刀切成段 待会儿最后放到锅里炒 材料都准备好了 中火,锅里放点油 把五花肉均匀的铺在锅底 一面煎黄了,再翻面 确保两面都是煎成了浅黄色就好了 第一批的这些肉片煎好了 我们把它捞出来 再煎剩下的那部分肉片 因为这个五花肉是煮过的 里面有很多水分 煎的过程中就可能会有油煎出来 我一般是拿个锅盖 挡住这些油 或者是用盖盖一会儿 经过这些煎制 锅里面的油会增加 只留一部分 倒入蒜片 再倒入一勺豆瓣酱 干红辣椒 还有花椒 倒入回锅肉里面另一个灵魂 蒜苗梗 炒断生 就倒入那些煎好的猪肉片吧 回锅肉 就是先煮熟了 切成片 待会儿我们再煎一下 等于是处理了两次 所以叫回锅肉 翻炒均匀 开始调味 一勺酱油 半勺老抽 没有加盐 因为豆瓣酱和酱油 已经挺咸的了 一勺的白糖 翻炒均匀就好了 关火 把蒜苗叶子倒进去 翻炒一下 蒜苗回锅肉 就全部炒好了 装盘看看 撒点白芝麻装饰一下 麻辣 香 看起来就很下饭 你也试试吧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